161 星島日報 有誓不可恃進 2015年7月15日專欄 E 060 氣迫人康子比龍拳更討厭的人 是此誓,有朝你當時得令,帶拳在手,當然可以行拳 有日你風雲祭會,富貴榮華,當然亦可嫁勢 卻不如去得太盡,並非怕你沒本事,而是惠如留日後,正如漢語所言 富貴不歸故鄉,如意敢夜行,誰知知者 《史記卷》7 者為西楚霸王,真是直搶直肚,老實不客氣 最近因為有機會欣賞戲曲折的竹本霸王碧基 重新對漢大哥發生興趣,翻閱多種資料 才發覺他真的是金巨王,二千多年前的人,所作所為 流傳下來,仍然被廣泛應用 先有破釜沉舟,巨綠之箭 然後一句話,引出兩句誠語 富貴不還鄉和錦衣夜行 鄧小平真得早到了富貴不還鄉 但事項遠際,一定要帶龍鳳 一點也不肯收臉,一點也不肯自製 完完全全,是指微倒數的破均命格 我們的思想行為,必然是成一配套 你有勢,既要遲進,成功也同樣要威盡 競爭過程之中,自然要趕盡殺絕 項與百戰百勝,率勝而為 愛如機,愛戰馬,可視他戰爭期間 屠成六次,殺業極重 難度那數十萬計的平民行卒 沒家人,沒寵物,沒有一點的生存價值 但是當你習慣了進,思想行為會吹向極端激烈 成功快,失敗也快 所以我們時刻溫馨提示,項與力拔山河 氣概當世,不幸,只活到三十歲 顯示其生存模式大有問題 不值得隻鏡,短短一生,任性盡情 將身邊的一切,急速推向許次 施放在舞台上,好看,卻不實際 其宿敵劉邦,就是靠陰陰濕濕濕 拖拖拉拉,反覆無常而勝出 正因為沒有去盡,於是留有餘地 在足夠的時間與空間遊走 取得最後勝利 www.winghongton.com